所以是死了還是沒有死 到底黃明志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家說的有句話嗎 哇 黃明志告別事保重突 曝光記者怒槍到底死了沒 家屬達利 一隻公 我這個應該不是做得很好的一個父親 我曾經罵過他 用陳敏打過他 讓他受到很難堪的辭情捕捉 當然懲罰也不再掛下 我們人的一生開始我們的人神道路 到我們生命的引用 只有我們的生命是我們無法掌握的 明智的人生起起伏伏 也很巔峰的時刻 當然也很激潮的時候 如果他怎樣的對罵人生 他的心性是善良 我很感恩也很感激 善悲賜給我 這個礦式奇才 當罵鬼才黃明志在4月1號舉辦告別式 連出兵都做好做買 消息曝光金帶粉絲 當地媒體趕往現場追問真相 竟然引爆衝突 所以 是死了還是沒有死 拒絕採訪 然後你通告天下 讓全部人出行你的告別式 然後你什麼東西都不說 請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做好的東西給人 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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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想要把它排成紀錄片 因為我發現到一個東西 是生前規劃 想說我們生前的收錢 做好東西告別 果然是愚人節的假死企劃 近日幕後話序打公開 黃明志團隊表示 主要提醒生前規劃的必要 希望大家不要避諱討論死亡 最重要的是 珍惜身邊的人 黃明志還限定在自己的告別式裡 當我離開以後 離開你的溫柔 雖然會有不捨 雖然有遺憾在心中 若看念後 或許還會有人提起我 翻閱我唱過的歌 扶著我嚮往的自由